哈喽大家好,我是罗十五 今天我们要讲一下灌篮高手的故事 今天的灌篮高手人物志将给大家带来的是 稳定性最强的三分射手,神宗一郎 神宗一郎是海南大副中的成员之一 身高1米89,体重71公斤,在场上四只得分后卫 是海南大副中的二把手,神奈川线大赛五位明星球员之一 获得过神奈川线大赛得分王的称号 是灌篮高手中少有的神射手 外貌方面,阿神有着一张甜静俊美的脸庞 拥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眼神中总是充满着一种无辜 1米89,却只有71公斤的他,身材显得非常的鲜瘦 性格温和,平易近人,但却总能给人一种自信的感觉 特别是当他出现在球场上的时候 温文尔雅的他,总是能用最坚定的信心 头中一个个三分,让对手叹服 阿神刚加入海南大副中的时候 由于身材瘦弱,且运动能力不足的原因 在人才积极的海南大副中并没有被教练看好 然而阿神并没有放弃自己 在每天的球队训练结束后 自己开始加练三分投篮 在每天加练500个投篮的高强度训练下 成功让自己成为了一名超强的射手 勤奋内敛的斗志,加上练习出来的投篮 让教练看到了他的优点 将他纳入了海南大副中的主力轮换阵容当中 阿神也是不负众望 成为了海南大副中的强力得分手 阿神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登场 是在湘北对阵三浦台的时候 与清田信长一起骑着脚踏车 前往球馆观看湘北的比赛 在清田信长瞧不起湘北的时候 阿神向他解释了 之所以要关注湘北的原因 是工程的回归 有传锋的加入 加上实力强悍的赤木所组成的阵容 是值得海南去关注一下的 只可惜当他们两人赶到现场的时候 已经错过了湘北最精彩的追分阶段 在湘北对阵海南大副中的时候 阿神在比赛刚月开始 便用一个漂亮的防守 断下了柳川峰给三井的传球 只可惜在发动快攻的过程中 球被櫻木抢断 导致这么漂亮的攻守转换 并没有打成 在随后的上半场比赛中 为了克制运动天赋过人的櫻木 阿神被高头教练安排 替换工艺上场 整一个上半场比赛 基本上都是在板凳席上度过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阿牧询问阿神 是否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阿神凭着温柔无辜的眼神 瞬间变成了坚定的眼神 表示自己早已饥渴难耐 在阿牧不断的冲击 吸引了湘北的防守之后 阿神露出了自己的獠牙 接到了阿牧的突破分球 优美的投篮出手 球稳稳的进入了篮框 正式宣布 阿神的得分表演开始了 他用自己的三分球 将原本被刘川峰追回来的比分 再度拉开 一度用自己的投篮 让湘北陷入绝境 只不过湘北也不是省油的灯 在安西教练的安排下 对阿牧进行了四定一 再由櫻木紧逼阿神 成功切断了海南大副中的内外结合 阿神的三分球 在櫻木的超强防守面前 也失去了准心 海南也就此 进入了与湘北你追我感的交叉当中 最终在櫻木传球失误的情况下 海南以两分的优势 显身湘北 在海南与林南的比赛中 因为是仙道与阿牧的王牌之争 所以阿神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表现 不过在海南追分的时候 阿神用两季三分球 成功帮助海南将比分追至只差一分 而海南也在加持赛当中 成功击败了林南 取得了现大赛的冠军 成功进军全国大赛 在全国大赛中 海南的比赛并没有被刻画出来 不过可以知道的是 在阿牧的带领下 海南获得了全国大赛的亚军头衔 在全国大赛结束之后 阿神也是回归到了日常的训练当中 为参加冬季赛做准备 就此结束了自己在整一部灌篮高手中的所有戏份 纵观阿神在整部灌篮高手中的表现 因为角色的问题 他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表现机会 但他却在少有的画面中 成功让人记住了他的存在 作为神爱穿数一数二的神射手 他的天赋并不是特别出众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平庸的一个 刚入学打中锋的时候 甚至因为身材过于瘦弱 以及运动能力不足的原因 而差点被教练放弃 与同样以投篮文明 天赋以柄的三井兽比起来 阿神简直就是不值一提 但他却用自己的努力 将这个局面给扭转了过来 他用每天500个三分球的训练 将自己蜕变成海南大附中第二大得分点的同时 也将自身存在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利用自己的身高与臂展 让原本瘦弱的自己 成为了神奈川 乃至全国后卫线上的独特存在 本就是中锋身高的他 在后卫线上 无论是对上谁都能形成错位 利用身高臂展 为自己创造出投篮空间 只要不碰到像櫻木这样运动天赋远超常人的对手 那么阿神基本上就是无敌的存在 特别是在和阿牧这样的超级球星做队友时 阿神苦练出来的三分 以及无球跑动 简直就是阿牧的最佳搭档 其实在整部作品中 阿神是最经常拿来和三井做比较的角色 但两个人在球队的定位以及打法都是非常不同的 三井虽然离开了球场两年 但毕竟曾经也是MVP级别的存在 拥有更多的得分手段以及进攻技巧 在比赛中 其实更多的是寻找自主进攻的机会 而阿神更多的是在配合木生一 利用木生一的影响力所制造出来的机会进行投篮 相较三井 阿神才是整部灌篮高手中 唯一一个打无球的纯射手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 我认为两人的可比性并不是很大 在球队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完全不同的 在一个自主进攻能力存在一定缺陷的团队当中 三井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而在一只体系明确 阵容完整的队伍当中 阿神也许才是最好的补充 不过作为剧中同样出色的三分射手 假如锦上老师能让两人进行对位 并且稍加篇幅进行描写 我想这肯定会是一段精彩的对决 内敛的斗志以及美妙的投篮姿势 这是高头教练对于阿神的评价 内敛的斗志是对他并没有因为打不了中锋 而放弃篮球的肯定 而美妙的投篮姿势可能就是对他努力训练的肯定 正如财子在比赛中所说的那样 阿神投篮的时候 仿佛整个世界都停止了 阿神用自己的行动完美的诠释了 努力总会有回报的 同时阿神不交不造的性格 也让他即便是成为了海南大附中的二把手 也并没有骄傲 反而是更加的尊重自己的对手 不管是遇到九位谋面的福田 亦或是重返赛场的三井 阿神都给予了最高的评价 这样努力、自信、谦逊的阿神 又有谁会不喜欢他呢 阿神的斗志以及自信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所需要去学习的一个部分 阿神因为打中锋能力不足 而努力训练改打得分后卫的势力 恰恰说明了 即便上帝将你所有的门都给关上了 也一定会给你留下一项窗 保持对一件事情的认真努力 我想不管结局如何 你都一定是会收到回报的 在视频的最后 希望我们能够记住这位出场不多的超强射手 神综一郎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有什么缺漏或者说的不好的地方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如果觉得我视频内容还行的 请记得为我点赞订阅 我是十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